知道過敏還要去吃 活該 自己過敏就不要怪人家 錢托 我剛好在上個月有去做健康檢查 然後我有抽血驗了36項過敏原 然後醫生也有跟我說 這36個最常見的過敏原裡面 包含什麼蛤蜊 蝦 蟹 魚 之類的 這些過敏原我都沒有 大家好 小佳也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先進新聞畫面 許先生3號上午買了連鎖素食電信 推出的單點1顆385元 史上最貴熬龍蝦寶長鮮 吃完睡了午覺起來 全身就變成這樣 甚至連呼吸都有點困難 就是很像群麻疹那樣 然後就全身就是 那時候就全身到處都吃的 很像菠蘿麵包 就有意識到說 是不是可能剛才吃了什麼 呃不乾淨的東西 可以這樣講嗎 那新聞上這件事的完整經過呢 就是在9月3號的時候 早上我會醒來 差不多9點10點了 我想說不然來吃一下 最近很紅的那個熬蝦寶好了 那剛好那天颱風天 所以沒有外送 所以就差不多10點半的時候 就開車去排得來素 排了半個多小時 買到了這個麥當勞的凹蝦寶 回到家之後 吃一吃差不多12點多 吃完之後 想說好像有點累了 所以我又再睡了一下午覺 結果睡了3個小時左右 起床之後呢 就開始咳嗽了 一直咳一直咳 咳到那個喉嚨都腫起來 然後發現手腳 開始冒出一點一點 很像過敏那種感覺 然後陸陸續續越冒越多 變成就是全身大腿啊 身體背部啊 整個手臂啊 腳啊 全部都是紅色的腫塊 那我給你們看一下圖片 如果怕覺得噁心的3秒後 再把眼睛睜開 好來 3 2 1 好可以睜開了 所以我就變成那樣子嘛 那時候我一直咳嗽嘛 然後我的氣管已經腫到 我要吸很大力才可以吸到空氣 而且會有那種異音 你知道嗎 哈囉哈囉 聽聽我的聲音 喉嚨腫起來 呵呵 咳咳咳咳 清一下喉嚨 還是一樣 腫起來了 沒有忽然的好不好 我來破音哦 講話來破音哦 笑死 那我那時候一發現不太對勁的時候 我就趕快翻我那個藥袋 看那什麼消炎啊 還是消腫的 就趕快吞一吞 吞了3顆藥進去 想說再觀察看看 因為我勉強 還可以吸到一點空氣 想說抱著一點僥幸的心態 想說如果等一下真的越來越嚴重 我們再說 那吃完藥之後 過了差不多兩三個小時 就開始慢慢在消了嘛 那消完之後呢 我想說那我就發個爆料公社 這是我當天發的文章 那因為我本身其實也蠻愛吃海鮮 那什麼熬蝦啊 龍蝦啊 我之前吃也都沒有這種情況 所以我當下第一個想法就是 會不會這個熬蝦 可能剛好被我吃到比較不新鮮 所以我發文 只是想提醒一些 可能吃到不新鮮的海鮮 容易過敏的人 注意安全 主要我也不是想要抨擊麥當勞嘛 結果發文不久之後呢 就有很多記者開始私訊我 想要了解這件事情 我想說好啊 那就給他們採訪一下 就是剛剛你們看到的那些新聞畫面 那在我發文之後 就有很多高能額在那邊講說什麼 哦 知道過敏還要去吃 活該 自己過敏 就不要怪人家 錢托 麥當勞 真倒楣 事都要不新鮮 可以吃 是白癡嗎 然後呢 我看到這些東西 我本來想說算了 懶得理他們 也沒有想對這件事情做任何的回應 可是呢 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新聞出來之後也是 越來越多這種留言 我就開始有點忍不住了 被他們講的 我好像是炒新聞 還是想藉由抹黑麥當勞來增加聲量 是這樣嗎 所以我今天想一想 還是拍了這部片 回應一下那些高能額提出的疑問 第一個問題 你就是想紅啦 在這邊 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我那天 就只是想要好好的吃完我的午餐 然後 睡個午覺 就這樣悠悠哉哉哉的過一天而已 我甚至連什麼開箱影片啊 連個短影片都沒有拍 我就拍了一個限動 就一張照片 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結果 就好死不死 這件事情就發生在我身上 麥當勞真倒楣 關麥當勞屁事 我當天 只吃了那一餐而已 我前一天也沒有吃宵夜 醒來也沒有吃早餐 就只有中午吃了那一餐 然後就睡午覺 然後醒來 就發生這種事情 那平常我也就待在家裡 所以你要說我家裡 有其他的過敏源嗎 那我應該 一天到晚都在過敏囉 應該不會是 剛好就吃了那一個之後 就過敏吧 還是我對颱風過敏 再來是 自己對海鮮過敏 還想怪別人 那這邊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剛好 在上個月 有去做健康檢查 然後我有抽血 驗了36項過敏源 然後呢 醫生也有跟我說 這36個 最常見的過敏源裡面 包含什麼 蛤蜊啊 蝦啊 魚啊 之類的 這些過敏源我都沒有 所以跟吃什麼 甲殼類 還是吃什麼海鮮 或吃什麼 膚質過敏 我覺得 應該不是這個關係 再來是 知道不新鮮還吃 不吃不就沒事了嗎 我真的覺得這個問題 非常的智障 請問你們覺得我看起來 智商有低到 知道這個東西吃的會出事 我還去吃它嗎 然後說什麼 你不吃不就沒事了 所以 那些在路上 出車或被車撞的人 你也可以去跟他說 啊 你不出門就沒事了 你的邏輯是這樣囉 再來下一個疑問是 新聞上的醫生都說是其他原因 蜘蛛疹最常見的就是 突然發作 然後看起來很嚇人 然後跑來跑去 同一個點又會消失 那當然最常見的是食物 第二是藥物 還有就是有些人 像是溫度的影響 所以變成醫生要去 多問一些問題 不見得一定是食物 病人的定時 對於海鮮類沒有過敏的話 那 對熬龍蝦過敏的機率不高 那過敏源的種類有很多種 灰塵化學物質溫濕度變化等等 呃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記者可能也怕 把這個新聞導向說麥當勞東西不新鮮 怕他們自己也會有事 怕麥當勞告了新聞台之類 我原本想說這兩個醫生怎麼會覺得吃熬蝦 你之前吃了沒過敏 就表示你今天出這件事情 不是吃這個引起的 我想說為什麼講得這麼肯定呢 後來我又看了第三家的新聞報導 然後有同一個醫生 然後這個醫生後面 他原來有提到說 喔那可能海鮮不新鮮 也有可能會引起這些症狀 那其實還是蟲麻疹的一種 這種或是病人會說 欸他以前吃這個沒事 這麼最近開始這樣子 那當然有幾個原因 一個是體質的變化 那有些是因為他的食材可能被污染 但是我們也真的沒辦法去確定這件事情 所以另外兩家記者可能就是 時常的關係 就可能把後面的剪掉了 然後搞得好像 欸我自己的問題 對不對 再來是麥當勞的回應 那麥當勞的回應 當然就是說 他們都符合食安法 然後呢 上面也有標記過敏原 也無法從照片判斷出我是什麼原因 所以他們不予回應 再來問題就來了 既然麥當勞符合食安 然後呢 他也有標記過敏原是什麼 那我也不會對這幾個過敏原過敏 那究竟為什麼我今天會發生這種事呢 我這邊找到了三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是這個 星光醫院嘉醫科柳蓬池醫師他說的 他說許多人可能都曾經食用不新鮮的海鮮 就引發皮膚燒癢 起疹子等過敏症狀 但吃新鮮的海鮮卻沒事 到底為什麼不新鮮的海鮮會引發過敏症狀呢 然後他這邊也有提到 魚、蝦、蟹、貝類等海鮮 本身都存在許多的鞍類物質 當海鮮食材死亡後 若存放不當 就會受到細菌污染而開始腐敗 鞍類物質也慢慢代謝 產生大量的組織鞍 這些不新鮮的海鮮食材 吃入人體內就會造成組織鞍中毒 出現皮膚紅腫搔癢等 與過敏雷同的症狀 但實際上屬於食物中毒的一種 就是俗稱的假過敏 這個是星光醫院專業的醫生講的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篇 那下一篇是這個林口長根風濕過敏免疫科發的文章 然後他這邊也說 大家都聽過食物過敏、藥物過敏 但有聽過假過敏嗎? 真過敏是因為過敏源引起的嘛 那假過敏就是因為 從外部攝取過多的組織鞍 所引發的過敏現象 又稱為組織鞍中毒 所以我這樣可不可以合理的懷疑 有沒有可能就是我剛好吃到的那一個不行鮮 所以引發這種症狀 那這樣是麥當勞倒楣 還是我倒楣 還是我抹黑麥當勞? 好 那就在我這個新聞發布不久之後呢 我IG就有朋友密我說 他朋友吃了熬蝦寶發燒三天 然後我就馬上請我那個朋友問那個人說 可不可以接受我的採訪一下 那我就用IG的私訊密他 跟他稍微聊了一下 然後他說他大概晚上七八點吃的 然後半夜開始不舒服 那前兩天也沒吃什麼特別的 也沒有去多人的場所 然後他上個月去泰國 也一直吃龍蝦也都沒事 就表示他對甲殼類也沒過敏 然後他就是吃了熬蝦寶之後 出現頭痛、拉肚子、滴燒的狀況 然後掉點滴掉了三天沒好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主治安中毒有什麽症狀 通常呢 會出現皮膚潮紅、有灼熱感 並伴有頭痛、頭暈、噁心、腹痛、腹瀉 然後還會有 肢氣管痙攣、血壓下降、微血管擴張 甚至休克或危急神明 誒?就這麽剛好 他也吃了熬蝦寶之後 就有了這幾項症狀 然後呢 我相信你們現在一定有人在想說 哎呀 你們兩個就不要牽脫了好不好 你們自己不知道什麽原因過敏 然後在那邊怪那個熬蝦寶 怪到要別人損上去 你能保證是賣短老雲起的嗎? 呃...我可以理解你們有這種想法 可是呢 換個立場 如果你今天是我們當事人的話 你想一下 像我這樣 平常每天就待在家裡 吃東西附近的外送叫一叫 也都沒什麽問題 其他外在因素都沒有變哦 我睡的床是一樣的 冷氣一樣的溫度 濕度也是一樣的嘛 那就剛好那一天 我就只吃了一餐 在外在因素一切都不變的情況下 唯一變的就是你今天吃的熬蝦寶 吃完醒來之後 然後就剛好出現這個症狀 如果是你 你會覺得是什麽原因? 那講了那麽多 其實一開始的本意 就只是想提醒大家 比較容易過敏的人要注意一下而已 我本來就也沒有想要 怪麥當勞怎麽樣怎麽樣 不瞞大家說 我20歲的時候 也做過3個月的麥當勞 他們每下一次肉 都要換一次手套 所以其實我也知道 麥當勞對食安是很注重的 但海鮮跟水產 本來跟其他肉類比起來 就更容易在保存的時候 受到細菌的侵襲嘛 當然我也知道 他們這些海鮮啊水產 都是一抓起來馬上急速冷凍 但麥當勞幫他保證 這限量30萬個熬蝦寶中 使用的這30萬隻熬蝦 都沒有說30萬分之一隻或兩隻 在撈起來之前就已經死掉了嗎? 就算這30萬隻再撈起來 都活蹦亂跳好了 都沒有可能有其中一兩隻 在運輸過程中不小心 欸 可能退冰了 而且你看我整個熬蝦寶 都吃到肚子裡了 已經到腸子裡面開始吸收 我才中毒的嘛 我整個飽都吃下去了 我要拿什麼去檢驗 就像你今天叫外送 叫一個吃的 吃一吃之後 發現裡面有根螺絲釘 你要怎麼證明 那根螺絲釘是本來就有 而不是你放進去的 對不對 沒辦法證明嘛 再次強調 我也不是說今天要 短麥當勞還怎樣 我也沒有打算 要跟他們去爭執這些東西 只是想提醒那些 可能身體比較容易過敏的人 怕有人跟我一樣 吃一個熬蝦寶就差點去了 還有 回應那些 沒知識沒常識的酸民 吐一下我的不快 40分鐘了欸 啥小喔 好啦好啦 那大概就這樣子 那個熬蝦寶也差不多剩 三天而已嘛 那想吃的 還是可以趕快去吃好不好 那如果自己比較容易過敏的人 就自己注意一下 然後也可以分享給你身邊 就是可能過去有過敏經驗的人 或者是可能身體比較敏感一點的人 讓他們就是小心一點 注意一點 那我們一樣下禮拜見 掰掰 好啦 前面講了那麼多嚴肅的東西 我們來講一下當天訪問的趣事好了 那時候就全身到處都是 很像菠蘿麵包 因為新聞你沒有聽到這個 菠蘿麵包 這其實是我故意講的 我那時候講完 其實自己也在笑 然後只是被剪掉而已 還有呢 我那時候也跟他們要求說 我可不可以邊吃麥當勞的漢堡邊訪問 因為我跟他們說 其實我不是想要針對麥當勞 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 他們就讓我在那邊吃漢堡 只是 他們也把那個畫面剪掉了 真的很可惜耶 不然我覺得 在那邊邊吃漢堡邊訪問 你不覺得看起來超荒謬的嗎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